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日的演说引发的风波 以及北京的强烈反应 赖清德在演说中明确表示 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一立场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瞬间引发了北京的威胁 指责台湾未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甚至扬言将采取进一步的贸易措施 随着这一事件的发展 台湾的陆委会也迅速做出了回应 表达了对大陆经济胁迫的不满 并强调着政府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 两岸关系的紧张不断加剧 经济压力让台湾民众和企业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 赖清德的演说不仅是对内的团结呼吁 更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信号 台湾的未来必将有2300万人民自行决定 那么在这场贸易博弈中 台湾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 并寻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 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又将如何演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阳光洒满大地的双十国庆日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台北的演说 犹如一声惊雷 坚定宣示中华民国的独立立场 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番话不仅激励了台湾的民心士气 更是向北京发出了一记响亮的回击 然而这样的言论却在海峡对岸 引发了强烈反应 中国商务部随即指责台湾未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并威胁将采取进一步的经济制裁措施 这番声明无疑是试图通过经济施压 迫使台湾在政治上让步 北京国台办紧随其后发表了强烈反对意见 认为赖清德的言辞充满对抗意味 破坏了台海的和平稳定 外交部发言人则支持赖清德 是为个人政治利益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这些激烈的指责显示出北京对台湾立场的高度敏感与不满 然而台湾的陆委会也不甘示弱迅速回应了北京的威胁 强调到政府已经做好应对经济胁迫的准备 这种积极的态度彰显了台湾在面对巨大压力时的坚定立场 自1949年以来 两岸关系一直充满曲折 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而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 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不断加大 这让台湾民众感到担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 赖清德的演说不仅是一种内部团结的呼吁 更是对外界的一次重要宣示 他强调的台湾的未来只能有2300万人民自行决定 这无疑是对大陆主权声索的有利反击 也激发了台湾民众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北京的威胁也让台湾的企业和民众 感受到强烈的经济压力 陆委会在声明中指出 经济胁迫只会引发台湾人民的反感 使两岸的距离愈加遥远 这种情绪在台湾社会中蔓延 许多人开始反思两岸关系的未来 呼吁务实处理分歧 以实现良性互动和建设性对话 与此同时 中国商务部在4月12日发布公告 对台湾的贸易限制措施展开调查 称因台湾未能取消对大陆的限制 正考虑进一步措施 台湾陆委会对此予以强烈抗议 强调政府已做好沙盘推演 确保风险可控 损失最小化 陆委会指出 北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只会加剧两岸企业和人民的损失 影响和平发展 调查涉及2000多项中国产品 包括农产品和化工产品 去年底 中国已经对台湾的部分石化产品中止 ECFA税率 今年5月又对134项产品的关税减让中止 这些措施 无疑给台湾经济带来压力 尤其是在农产品和石化产品领域 有的台湾农民因出口市场受阻 而收入锐减 他们不得不寻找新市场或降价竞争 这给台湾农业发展 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台湾企业界和政府 都在积极寻找应对之策 陆委会表示 政府将继续演练 确保在面对进一步措施时 能有效应对 降低损失 这场贸易博弈中 台湾的立场显得尤为重要 赖清德在双十国庆演说中 重申台湾的立场 引发各界关注与讨论 与此同时 国台办也指责台湾 未能落实贸易政策 认为当前局面的责任在于台湾 这加剧了两岸紧张关系 人们不禁思考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局面 是历史问题 还是利益分歧 回顾历史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跌宕起伏 自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 两岸对峙持续了几十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双方交流逐渐增多 但政治分歧始终存在 近年大陆经济迅猛发展 台湾面临巨大压力 贸易限制 似乎是出于保护台湾经济的考量 然而 贸易限制背后有更深的政治考量 台湾试图通过限制与大陆的贸易 来维护政治地位 避免在经济上被大陆吞噬 贸易战中的普通民众也深受影响 许多台湾企业依赖大陆市场 贸易限制无疑让他们面临更大挑战 比如 一家台湾电子产品制造商 与大陆合作非常紧密 但因贸易限制 他们被迫寻找其他市场 面对重重困难 大陆方面 商务部的声明显示 对台湾贸易限制的不满 大陆经济庞大复杂 台湾在其中角色重要 许多大陆企业期待与台湾合作 希望通过贸易实现共赢 但当前局势 使合作愈加困难 未来两岸关系如何发展 成为人们关注焦点 是否会有新政策出台 缓解紧张局势 双方会继续博弈 还是升级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对抗 无论如何 台湾与大陆的贸易关系 不仅是经济问题 更是政治 历史 文化等 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 未来的走向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关注与思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赖清德在双十节的演说 无疑是对台湾民众的振奋计 他强调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 宣示了台湾的独立性和自信心 这种表态在国际舞台上 展示了台湾的坚定立场 增强了台湾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然而赖清德的言论却招致了北京的强烈反应 导致经济上的压力增加 北京的贸易措施 无疑会对台湾的企业和经济造成冲击 台湾的农产品和石化产品出口都面临严重挑战 这是否值得呢 经济压力固然存在 但台湾必须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权 这是无法用经济利益来交换的 历史上像朱元璋在面对敌人时 宁可自断后路 也不向敌人妥协 台湾政府做好了应对准备 以确保风险可控 损害有限 但是从经济角度看 台湾对大陆的市场依赖是现实存在的 就像关于刮骨疗伤 风险和阵痛是无法忽视的 台湾的企业面临市场流失 农产品价格下降 这些对民生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代价 在国际关系中 台湾也积极寻求国际支持 毕竟政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 面对中国的压力 台湾正努力通过多样化市场和国际合作来减轻经济影响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言 国家的原则不能轻易动摇 国际支持固然重要 但国际局势变幻莫测 不可过度依赖 台湾应该务实处理两岸分歧 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毕竟历史上如秦始皇统一六国 还是通过合纵连横的策略 台湾在这场博弈中应更加谨慎与灵活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